透过展览活动直接向民众说明产品优势 生产来源方式 让消费者安心购买 在台北世贸一馆隆重登场的 2018台湾蔬食自然产品展 聚集来自全台各地130家厂商 共300个摊位 展示各地农产及特色蔬果 这次展览也首度成立豪农学堂 推广台湾在地农业及特色品牌 来自南投仁爱南风部落赛特客组的詹明志 就在现场分享他的有机茶叶 可以借由这种比较自然的农法 比较友善的农法 然后把他带来这边 介绍给那些都市的一些朋友 然后让他知道你的方式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喝到你的茶 跟一般外面的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茶叶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台湾吃素人口比例渐趋攀升 根据亚太素食联盟估计 台湾素食人口已高达12% 打280万人 今年展会以苏醒原味时代为号召 健康养生产品系列是展场中的一大亮点 苏食展 苏果展 它就是以天然有机不添加为主 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对于食物 都会以不添加的产品为主 那我们的美景就是养生类的 都是以不添加 然后天然的食品为主这样子 就是相互呼应 这场活动可以说是台湾唯一大型蔬食展会 精选好农好物带动饮食革新 要来传递台湾土地温情 活动持续到14号为止 因应母亲节庆祝活动 许多产品也都推出限定优惠 远时新闻 虎顺无流台北市采访报导